大家好! 大家好!歡迎回到戰友網聯賽 亞太盃第二賽季 2016-2017 年的賽事 剛才的比賽是因為TCZ 對曉沒有當比賽中選擇了棄賽 所以我们中间休息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好爽啊 感觉好舒服啊 终于完整的吃完一餐了 难得 难得可以礼拜六可以好好吃饭 过TCE应该也是因为 当然他们这一季本来就是递不上来 那可能在陈主人上面 可能有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上次也是 好像是一周吧 也是 也是气赛一场他的一个比赛 那一场本来应该是可以拿到三分的 就是没有赚到 对啊 因为那一场比赛中 当天是Viuldown有做这个被DQ 所以只要当天比赛的队伍都会拿到三点的获胜积分 不过因为TCE选择气赛 所以就变成是两边队伍都没有拿到 那今天也是选择气赛非常的可惜哦 不过还蛮不错的 就让我们好好休息了一下 对啊 当然了 那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待会将会直接进行到第三场 是Dun Wolf对上Karen Tiger Karen Tiger目前的一个成绩 如果这一场能够赢下来的话 将会超过这个同分的这个Holtzman 成为28.7分会赢3分哦 是的 那这个比赛呢 所以对Holtzman来说应该也会是蛮期待Karen Tiger 跟上次表现一样 那上次表现什么呢 Karen Tiger对上Dun Wolf的时候 Dun Wolf是在打到了Typebreaker 并且获胜了 是算是这一整个赛地中非常快智人口的意义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目前排行在第七名 就是DCD是第八名这样子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昨天其实有一个补赛 就是Tim Ferriss在第一周的时候有请假 那他的一个比赛全部都移到了这礼拜的礼拜五 以及下礼拜礼拜五没有做转播 因为他是就是补赛的一个状况 那昨天补赛的话是Tim Ferriss对上Dun Wolf 那T1这边跟上一场比赛一样 一样是四五破组的5比0 下比赛的胜利 这也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们在季前 应该说第一周的这个赛事里面 后面有做补赛了 是的 那我们这礼拜五的话 只是对Holtzman的补赛 所以希望能够不像今天一样 Holtzman可以更加把劲 来看一下选手名单的部分 大Wolf的选手是Revolution Bekong Kavion Gong Lee Lenberg Speed Yui AMX50100 然后Besek Binu 和Topping 在攻击方的胜率有30% 在防守方的胜率则是23% 嗯 胜率是有点低哦 那目前的一个胜率状况在 除了那跟最上Karen Tiger 是有拿下比较多场的一个比赛之外 其他的胜率都是相当不好的 那当然CT 在上礼拜折磨这个我跟Cisco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他会让市追市 或是被让市追市 连续两天 他的一个状况 今天有没有调整过 我觉得要好好地探讨一下 因为其实在改成97.1的这个状况 就刚刚Horseman的调整状况并不是还特别好的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Karen Tiger的选手名单 Aki Hiwami Maru Modame Poly 辛龙 Yuppa Hiokurai Nadeko 和Opolisque 在防守方的胜率有61% 在攻击方的胜率就是51% 目前积分排行 和Horseman同分都是3跟4 嗯哼 嗯哼 但是毕业第三啦 那今天队上Dawolf 他能够拿下多少分 呃 就代表他今天截止之后 他可以跟Horseman能够拿出多少的一个差距 那其实Horseman对上Dawolf跟TCD 呃 待会 明天会有TCD啊 就是第二次的一个对比 但之前都是拿下比赛胜利的 是的 那看一下两边的主要选手 Dawolf这边介绍的是Revolution 而Karen Tiger则是介绍的Aki 两边最喜欢的车斗是Bachia R5T 对 最常在正宗驾驶Bachia R5T 左边这个是蛮标准的韩风的造型是吗 韩国脸加韩风造型 对 眼睛还有发型都像 那Aki就是一个阳光 看起来很阳光的日本人 对 那直的题是他们的赞助 对 那是技嘉 是的 获得技嘉的赞助 好 那这边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个伤害 就是伤害差不多 就是平均的助攻 平均的这个驾驶 跟平均的一个伤害差不多的一个成绩 那当然在两边在价值巴架上面来说 都算是还算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8000能够要打超过1500代表 就是你常常可能在进场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说 都还是比较后续进场 那这两位可能都算在交战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调整 都是让他们很在第一阵线就会对到彼此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今天的ban pick选图 在第一个ban图中达莫夫先ban掉了mice 而Currentagg则是ban掉了cliffe 第一次选图中达莫夫选择了ruing bug 而Currentagg选择了heemostolf 嗯可以看到第二ban 那个CT一样是把cliffe跟steps都ban掉 可能不太想要打平原土 不过这样代表一件事就是cliffe会放出来 就他选了这两个ban之后 不太想打这种平原土 可能都今天会打比较多的城镇 那当然在我觉得在其他队的情收上来说 这个BP大家应该还蛮开心 就是可以看一下大家选mice之后会怎么去做运用 是 那我们等一下看到第一次在mice争充出现在Rimber这样的地图 嗯 Rimber之前在公放的时候已经出了两mice三mice 在改版之后应该会出更多 就之前 看了那个7mice 呃7mice是不太可能啊 6mice 1R又5E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来看一下第二轮的ban pick中 Currentagg先ban掉了stevs 而Growlf则是选择ban掉了Purohofka 那是最后的选途中 Currentagg选择了Ghost Town 而Growlf选择了Murovenka 对那大家都把这个平原土ban掉的太好了 我们就今天可以看满满的 满满的大帽子 满满的肥宅 对 那后面最后一张Murovenka 其实Murovenka之前的这张地图 就是比较少会出现这种重点战车 但在现金MOS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打消耗战还是 我最后看到就是用MOS再加炮车去打一个消耗 然后让自己前线的部队可以先去站点 对工方也是可以这样打的 那今天的最后地图选择就是 就变成是说你自己如果是要用八恰群 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阵型的话 想要去破MOS群可能会来比较辛苦一点 那因为的确在数值上 一个是之前大家已经有比较了解怎么样去打消耗 所以MOS选的比较多 那更不用说盖完之后 现在他把这个DPM给提升之后呢 其实MOS也算是一个主力战车 那大家都开始选MOS的时候 变成是你自己不选的话 对方选那你自己会有一个三千两百滴血的一个压力 是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有很比较明显的血量差距 变成是你一定要寄出更重的 比如说炮车或是一些伤害更重的车去弥补这个血量差 所以这会导致就是大家都得选 就是都已经选 就有点像之前的113啊 或者是在之前 最更早之前的Wolf & Track 100 如果对方都已经在出这种车了 你不跟着走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点难普及 因为它特性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 你比较难真的用什么车去counter它 在上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 当然Gosan这张地图有很多种的打法 在地图上面的一个差异来说的话 它的两个点 就是跟相较于其他地图两个点 支援系是比较远的 所以待会就值得去探讨说 当一边如果都是选择比较传统的一个阵型 另外一边是选择比较多帽子的时候 它要怎么样去counter两个点 点位的一个 不管是以防也好或者是你要转点 那要怎么去做运用 不过幸好也是不用再看到物理是03的发挥了 因为它也算是称霸了好几周的比赛 那就是对点车出来之后 在勾唱这张地图上大家都得用 是的 而且几乎是防守方 就是有点千篇一律的阵型啊 嗯 就是点位还算强势啊 但这个点位还不是不能做使用 只是我也蛮好奇就是为什么 看到二福的比赛最近都已经不太常去做使用 两边这两队都会选择 Ghost Town这张地图在第三张地图嘛 就代表它一定会打到 那首方会不会继续出Udys03 其实也是可以继续做探讨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能用 因为即使你是用帽子 或者是温座一姿势在站点 那你要去counter这个点位 其实也不太好处理啦 是的 对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期待 看看他们会不会打到Ghost Town 因为Ghost Town是我们第三张地图 当然也是蛮期待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了 对啊 一定会打到 只是几场而已 是没有错 一定会打到 可能打到一场 对 好 那我们上帝主持就应该 可能打到一场 不用讲太早 我觉得还好 因为大部分既然上一次 可以打到tiebreaker 我相信他们可能上礼拜表现也没有很好 还是要说一些调整 应该是说上礼拜他都 我记得都是5比1 5比0 是 其实其实都是 被直接击倒 对 都是这样子 比较明显的偏倒 最好的比输 就是真的 调虐 跟tiebreaker那一场比赛 打到tiebreaker必须获胜 所以才会让Ghost很开心 对 我上礼拜就是有讲到 就是你要去想说 你那一场是怎么赢的 就是要记住那种感觉 到底是 你赢跟输都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在吗 不是说赢了耶太好了 太好了我们拿到三分 然后就结束这样 或者是拿两分 记得自己打好的时候 表现好的时候你要去 还是一样检讨说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吗 是的 那现在结束了之后 就是小某又跑来跟我稍微聊一下 就是我觉得在 我就跟他讲我对新Meta的一个想法 但因为其实选手有选手的一些理解 但有一些战术上面可能也许没有演练这么好 那因为我们在上帝四条期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该怎么样去做改进会来得更好一些 那在不管你是看选手的迪赛的VOD也好 或者是你去看其他选手的这个replay replay档可以去看 稍微再参考说为什么对方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可以在资讯透明化的现在的这个赛季 就大家功课做越多的人 其实能够在比赛里面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我觉得这个是蛮直接的一个努力得到回报 有很多事情是努力得不到回报了嘛 对不对 是 这没有错 对 但是你一定要去努力他 其实尽量能够让自己能够多得到一点点的 像是实力跟自己的成绩 就算他不一定的换道都相符的结果 但是总是要努力才会知道嘛 那其实观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 看播报或是回头一起看VOD 那去了解一下选手当下所得临场反应 我相信选手一定会做出功课啦 去看自己打得好或不好的地方 然后也看一下其他队友在A当下是为什么会做这样 就是比较奇怪的举动或是没有支援到 那我觉得这是互相的一个了解 你才有办法去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怎么样 你的默契才会再更加提升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地图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了 大VOD这边的选车是出了一台Type 5 然后两台Type 4 一台的215B 两台的103B和一台的155吧 Carrant Tech这边出了三台的Mouse 三台的25T 还有一台的温州132 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除了三台的15公分 这个满满的15公分 真的 然后再加上两台的103B 我记得他之前就有用过两台103B 一个去手点一个 一个手一号点一个手二号点位的 可能maybe在Keylin的位置吧 就之前有行过这样一个打法 那当然我觉得比较值得堪忧的是 当你103BKeylin这位置要被 把架拔掉的时候 后面的火力够不够 这个还蛮难说的 但因为他有三台的45公分嘛 你把架上来的话 你问上来说 应该是两炮就可以解决掉一台把架 对 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我来看一下开场的走位 哇这Nabry机被掉了 直接上来硬吃 因为他知道机动性不足啊 对 SPEACE应该走掉了 轮流围 哦这边SPEACE直接掉了 哇这想太多了 上面的那个右边的是CT 右边的是应该是Dark Wolves 然后左边才是CT了 对上面的字写错了 哎呦还没换过来 还没换过来 红方是CT 对 大家稍微在脑袋中 调理改一下 那它是Dark Wolves 它们没有想到就是两台Type 4走太慢 然后让自己的103B想去强点 这有点影响太多 那这是它的配车的一个问题啊 那CT也是一开始就有抓到这一个点 对对 这边换下对Dark Wolves 来说是蛮亏的 断送了一台世界车 看听起来是比Houseman一开场都掉了 还八下好多了 哈哈 你一定要偷说一下 结果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掉一台103B 它本来应该是要去拿K-0 但你这样K-0掉了 没有换到任何东西 对 那只剩下一台103B 会比较难起做搭配 诶 这个是画面当掉了吗 为什么这台帽子一动也不动 再等转点 想要转点啊 可能是往南面这边走 这边可以看到Polly的方向 那Lamber Type 5还是卡在这个位置 嗯哼 CaraTag的转场蛮小型的 第五张可以看到Aki 现在是在B号线 该等待时机进场 其实他赚这么多 赚了一台103B 他应该可以 而且他K-0都拿下来 他三台帽子应该直接往前推 但他在等一个时机 或者是他只是没有勇气 勇敢一点啊 好了 三台帽子已经开始移动了 毕竟大家都宰宰嘛 就是 是 比较害羞一点 比较害羞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往前进 或是冲一点 说出那三个字 哪三个字 进攻咯 牵下去 说出三个 说出牵下去应该比较简单啊 但是真的要牵下去是有点难啊 三台帽子进来 你看吧 完全没有人在看他 因为他K-0拿掉了嘛 对啊 他就要被看到也是在防身后面 对 三台帽子进来 完全可以对那个 呃 搭Wolf这边会攻击方向做预警哦 直线往前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唱一首歌 什么歌 三只老鼠 你可以唱 我不要唱 答案应该脑中的旋律就好了 这个三只毛鼠 没有用到压点呢 对 很小心的 插过了那个站点圈 打算卡到前面吗 我还以为他们在考驾照 让某大妹他们做站点吗 压线会靠十五分哦 好 直接Maru的帽子先被晾了 被晾了 这个 考官看到你了 嗯 靠十五分 压三次就GG了 对 多久压到不错 但是被晾了 想到我当初驾照的是八十五分 压到一次线 哦真的吗 我 一百 但是你应该是考手牌吧 哎 我压线的地方很好笑 就是我明明就已经过了 最后要上时间加速 就是 不是有个上坡起步 上坡起步 结束之后我才压到线 哈哈 我已经上坡起步完了 然后才压线 泪格 叫给你听 过了过了过了 然后就太早转弯就压到线 我这边 不用演啊 一台帽子直接进去 其实我觉得 哦 一三二 对 三个杂杯的一三二 嗯 然后让三台帽子去顶 对 又大又硬斜又厚 又持久的帽子 是 DP又高 打得很久 对 lowdown很快 那 我现在看到 呃 Dawolf现在已经要进场 对帽子做攻击了 嗯 这是Covian的103B 哇中间被Poly给亮到 侧面吃了一发359滴的血 再吃一发 啊 再吃一发 好 吃吃吃 会吃会吃 吃 好的103B在这个地方要守 我觉得你就算有两台50B 呃 对面有三台帽子 你也不好打 所以这是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要选帽子的原因 嗯 那他家里面改一台 type5我觉得也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type5 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一二号点之间 呃 资源性是比较差的 嗯 嗯 我觉得跟这一三二可以去压 还是速度的问题 根本就没一辆 为什么要退掉 不解 对一三二退出了 再点讯又回来 我们看看 Happy Tanking 5比2 是的 上一场比赛 非常快支援口的比赛 当然啦 可能CT那一场状况 也是 也莫名其妙 在炮车 哦 应该是type5 type5 砸了一发 450的伤害 type5还没有要过来哦 这边已经少打一台车 type5还是首家的 对 对 这边对Yui的type4 打一发 477的伤害 那血量差距还是相当的大 还是有一个 7000左右 哦 有穿 508D 但是他没有对 Varo的Mouse 做出什么有效攻击 算对面15公分啦 但是对不对 Mouse也是有12.8公分 还算够用 这一发没伤 DPM也比较高 那加上Yui现在已经在一个副背受敌的状态哦 哦这边总算是吃到了一发422的伤害 养 养 好吃 养养的 哇这个小小的洞 Yui刚刚发射员被戳了一下 没有伤害 7了一发 是 都已经出戒了还要被打 Rakavian 血还蛮厚的哦还有80滴 那这边Yui被收掉了 这温州一山好无聊啊没有人理他 莫达妹表示我们来看天空咯 看夕阳咯 唉 一个人看也是没什么意思啊 单身 太觉得无聊对不对 啊这时候 没弹腾了 假假的 假假的莫达妹 有人去找他了 Hell Kulai 继续站点 陪他一起 他被追到之后 其实温州一山好可以继续站啊 因为正面其实已经赢了 他可能觉得 他可能觉得想一起来打伤害吧 他可能觉得想一起来打伤害吧 还是跟自己的同伴一起打战车世界啊 对啊我也想要玩一下啊 的概念 洗伤害 洗数据的时间到咯 哦有试做有试做了 都一山又表示 舒服 最后还是可以打到一个 就是Hell Kulai 把那个Dawolf给收掉 那恭喜Clarotager先拿下一次 我觉得Dawolf这个配克开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 看起来很凶啊 但是我觉得两个 103b的这个peak 可能要再稍微调整一下 嗯 也许改成一台是25b 一台50b会好一些 那 你可能Kalin这个位置 用了99配置的话 是的 我觉得可能Type4在这场里面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用处 嗯 太过话 他拿来是 算Counter50b 是的 那东方这边要出50b的机会是比较小 就是都已经在改版之前都已经用了两台帽子 三台帽子 可能在改版之后也不会再更少 那你要打帽子的话 比较好Counter的车 我觉得可能是215b 但215b 嗯 操作上面其实是有点难度 因为你要跟对方要做很多的这个 呃 算是消耗战 然后对方 嗯 白角的位置跟你自己可以能够做伤害的位置 你自己不能够被换血 换到 就是头破血流 跟他对抽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不能够换血 那呃 呃 不要用50b 或者是你工方这边不会出50b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自己可以带50b 或者是你甚至用巴卡去抢K-0 就是 在第一时间点可能会来好一点 所以整个在车主上面的一个配合 除了火力要够之外 其实机动性也是一个 相当需要所考虑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Double这个配车 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哦 对 那在战术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 呃 因为被配车影响不集权的地方 看一下刚才的精彩replay 就是Aki把Ulution给收掉 那莫达被吉莫达奈奈奥上去卡住刚立 哈哈哈 没穿 哈哈哈 对 最后还是不是由他收掉 在看伤害输出的部分 第一名是Poly的25T 打了3800的伤害 再来Heokurai的25T也打了2500的伤害 Aki的25T打了1900 那Nadeko跟Maru的帽子也就打到了 平均1800的伤害 接着才是戴Wolf的选手Kavian103B 有打到1500的伤害 呃 其实并没有很高 不过已经全队最高了 刚列的Type 4打了1400 那开了5炮 5炮 5炮才打1400 可以看得出来 15公分 他算是丢HE 但是你丢在帽子身上也是蛮痒的 就是 呃 不是很好Counter的对象 所以Type 4 我研究的结果 应该还是拿来Counter50B 会比较好一些 或是Bacha 嗯 对 那第二页就可以看到Dawover 选手伤害都是被压制的 那Speech103B 一开场就被送掉了 随时零伤回车库 我就以这个配车来说 它的这个强点的车 可以改一台8接青毯 8接青毯 然后 呃 10接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配车是要用99配置 用两个Type 4的话 我觉得 用太多 就是你改一个8接青毯 比如说T50Line 然后去压顶 压在 那个地图的边缘 那对方8加想要上来搜的时候 你后面 呃 有AE5B 然后有Type 5 嗯 有Mouse 所以对方8加上来的话 应该也是会头破血流 就至少 最好的状况掉一台啦 那 至少让对方是 缠一个半血 那所以后面 在打近距离作战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压制住 对方的这个 正面的一个车辆 然后8加的血也不会剩太多 可能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肯定要稍微再调整一下 我觉得 呃 这样地图 我觉得进攻 出两台Type 4 跟一台Type 5 可能 也许还行 但是防守的话 感觉好像不太 太OK 因为 你还主要面对的 还比较要去准备还是 三台以上的帽子 或是至少五台以上的帽子 在这个 Ruinberg 在亚服里面还蛮常用这样子的一个战术啊 是 那其实他们两 对在上一场比赛 遇到Ruinberg的时候 Karen Tag 那时候也是出了两台的帽子 然后也是1-3-2 跟三台RT 只是换一台0-1-3 不过当时Dawolf虽然也有出1-3-B 可是其他的阵容都完全不一样 但那一场比赛中 Dawolf在攻击方式 在防守方式有拿下胜利的 所以这一场还蛮可惜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peak的地图 应该好好把握 对啊 但因为其实就是选图啊 选边这些东西 跟我们之前讲的嘛 就是 就算我们有主客队 但最后还是用 那个 组队只是先选 赛硬币的哪一边而已 所以其实 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 主客场的一个问题 所以选BP的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是有点小运气啦 但因为 BP上来说 去选图的那一方 当然 你可能可以预先 譬如说你设定好 你今天要跟大过复杂 那你要拿几张地图 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 就是你 ban掉的地图 那两张你就 绝对不用管嘛 但是你必须要多准备一张地图 是当对方没有要ban的时候 对 你要去多做一些准备 那你自己选的地图 当然不是胜率会升加啦 就是 就像上一场T1 还蛮喜欢打的steps 那下次遇到T1的时候 是不是 可以把它ban掉 对 可能比较有 他比较有 心得 那你没办法处理的话 你就直接把它ban掉 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ban图 除了ban自己 也许真的不那么擅长 或是队伍 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练习的地图之外 你当然就是把对方擅长的ban掉 这是一个策略的考量 对啊 大家都来一起 一起把steps ban掉吧 这些老师非常的不喜欢 就是讲解到steps 但我事实上 我觉得 改版之后 每张地图都差不多 因为整个节奏又被再度的拖满下来 这应该已经算是 目前在世界的 其实6-8的这个赛场上 现在的节奏应该会是最慢 就是因为 帽子变多的一个关系 是的 整体血量都变多了 然后当然也有更多的队伍的战术 可以利用时间来拖延 嗯 所以是像我们在 上一场是tcd是弃拳吧 但我们看到hostman比赛之后 就有两场是耗到时间快结束 等等也是 呃花蛮多时间的 对啊 因为打起来的感觉跟节奏 大家都必须要去重新做调整 那对主播彩评来说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节奏比较慢 大家也是可以去看到比较多的队炮啦 时间会来比较久一点 那之前的话其实 呃 在之前的这个版本 帽子比较少 然后以50b跟bacha为主的时候 呃 很吃队伍之间的一个调度 那现在的话我觉得 调度可能会来的更简单一些啦 就是你想要这么大 你就是很简单去说调度 但我觉得 因为呃 版本也是在刚改而已 对 还很难说 还有很多的时间 去研发一些新的战术 那我记得我刚才讲的时候我要讲个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可能闲调或者是 他跳下个阶段我就忘记讲 就是我昨天在看那个改版 那个gray fake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呃 它里面有一行字 写说 十阶的轻行战车已经在 之前就有讲过了嘛 就有一些超车的讯息有出来 但是在下一个版本改版的时候 就会 就会出来了 那不确定是不是在这一季 就是你看它改版的时间通常是一至两个月嘛 是的 不是很确定 十阶行战车会不会在 就是决赛之前之类的 应该是不会在本季决赛之前 但是世界大赛我觉得就很难说 就要看官方有没有去刻意避开 就是世界大赛的时间 之后再去改版 但世界大赛时间有点久耶 就好像是五月吧 是五月 所以是有可能会碰到的 是有可能会刚改 但是这会有点尴尬 就是你改成十阶行战车的话 其实这个版本已经 是很大的一个patch的一个改动 即使它只用了9.17.1 看起来好像是小 看起来不是大改版 但其实演藏或电竞都影响很大 对 整个很多科技线都因此而做了一些改变 更不用讲赛场上 好来看一下公主护华后的配车 凯然泰克担任防守方 出了一台的mouse 两台的215B 两台113 一台50B 和一台的real1551 而大博弗担任攻击方 出了两台的mouse 两台的113 两台的50B 和一台的RU251 好这边 两边还是都有出113 大博弗的进攻方 算是达的比较前一个版本的 但也不是不行 这边来看一下两边要怎么做决定 上面的字卡好像有做好调整了 这边看一下113跟50B往南面走 这边看一下113跟50B往南面走 还有51 也是可能去卡石头 那这边是没有带baccha的喔 比较少间没有带baccha的 比较少间没有带baccha的 在这一个 呃 我觉得不用推这么前面啊 但当然帽子是没什么关系 可以慢慢退回来 一件皮多肉厚嘛 对不对 对 不是皮薄线多 错 没有开炮 会忍会忍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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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oly真被戳了一发427的伤害 后面打黑枪了就没差了 baccha 还不走 没有亮到 走不到 要滑下去滑下去 他摆在上面的石头要滑下去 对 EF终线两台帽子完全不演的直接上来 对 中间打一张银撞 停在路口 第一轮 第一颗蛋上H1也是蛮奇怪的 第二颗一开始被做攻击 好 拋下他的队友 先直接往前 他是想把他cover 但因为距离太远 他没有把他挡到 正面E3也上来 两边在做交火 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 SP后面的消光就趁你啦 莫达妹这个位置 虽然拉的很后面 算是一个阻止对方进攻的一个点位 但是他跟EU不一样 他会放在比较后面 所以是可以往后退 这边停一下CT的Tradio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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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50B50B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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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 SPEC SPEC 這邊又是聽到那個超級小聲聽對的喔 是的 看來是沒有改善喔 那這邊莫達會被錯了一發 不過這邊剛正面對決F1215B是先倒了UPA這邊的車 不過因為這個傷害沒有辦法太多持續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邊換血溫泉CT還是有一個小小的200血量上的一個優勢 那兩邊都是護掉了一台車 這邊是看到Lambler Mouse然後被帶走 不過打下來反而是Karen Tiger沒有保住優勢喔 對 因為正門牽線 這邊少了一台八戒車 然後自己家裡面的50B一直沒有辦法做輸出 然後被控制到 Oblix的炮車把Revolution給送回車庫 這樣這一波換下來然後又拉回了一些優勢喔 大概有1000左右的血量 是正面的正面鋪出去之後有抓到陣型上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Hail Cry也是慢慢的往前靠了 好這邊阿Key血量所剩不多喔 不太敢出去 炮車又打了486 那我說哪裡來的炮線 Oblix的前幾季的比賽 前幾週的比賽都沒有出現喔 那最近這兩週又回鍋了 嗯 開炮車是相當厲害的 當初在這個那個MICE 在打那個六階八階的那個年代 一出那個FG304 超級超級腦人 但是又很強 首方那時候出一台炮車算是 那時候很少見的那個炮車的一個用法 當然現在時間裡面炮車是算多了啦 那當然你改成八階之後 六階改八階去Counter這一個陣型 我覺得他之後的這個開炮車的次數應該會更多一些 因為MICE多了 那炮車其實消耗的時間夠久 那炮車也有一定的一個傷害 能夠有一定的時間空間讓他去做傷害啦 是 那非常恭喜這邊就是Karen Peggy 又拿下了一勝 嗯哼哼哼哼 中間其實兩邊的優勢有稍微的在互相平衡中喔 不過DARGOV好像沒有辦法好好掌握住 DARGOV其實有帶兩台50B 那兩台113我覺得可以 改成四台的帽子可能又太偏 可能中間再帶一台 兩台50B 帶一台113 本來的113 或者是你去改成F1215B也可以 因為像之前講 因為大家的帽子多了 你變成是工方出了兩台帽子 對方也得出個一台或兩台 當你自己出三台帽子 一台113 一台兩台50B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說你可以讓自己的一個 其他的車輛在兩軍的帽子在對陣的時候 你可以有其他DPN輸出的機會 所以15B跟50B都算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剛剛的話 其實這張地圖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工方你必須要藉由戰敵 去跟對方做比戰 不然對面的陣型是會比較好 陣型跟地形都會比較好 對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的精彩replay 第一把Maru給打掉之後 這邊是MotaMate和Lamber的對峙 好短的replay 真的 傷害輸出的部分 Lamber的Mouse 12發打了4182傷害 真的卡住了非常久的時間 而Poly的113則是打了4164傷害 Arkey的215B打了3192傷害 而Yui的50B打了222傷害 而Polysk的1551 7發打了192傷害 那Kavion的50B則打了190 MotaMate的Esan也有打到190 嗯 那他50B其實做得不錯 但是你要主動出去把對方的 不管你的215B拔掉還是Mouse拔掉 嗯 可能以前有一個絕對性的優勢 你直接打出去 會達到不錯的一個效果 但因為現在Mouse真的有點多 你衝出去的一個位置 通常會是前線扛線的車 通常是Mouse 那你變成是兩台50B 對一台Mouse輸出之後 可能兩台車才能解決一台嘛 跟之前兩台車解決兩台車 嗯 節奏是差很多的 所以當你自己去打了一輪之後 你單發車輛 對方的負擔大車上來 你這邊還是得至少掉一台50B 或者你顯然會掉很多 所以 這是現在Meta改變之後 所造成的很大的一個影響 對 可以看到Mouse真的帶來蠻大的威脅的 在第二頁的傷害說出的部分的話 SPEEDS和Mouse是七發打了9584的傷害 而BACON的ROE就是比較早掉了 但是有打到七發459的傷害 SPEEDS這邊Mouse它還是有點被針對到 就是CT這邊有帶兩台215B 它就是要針對你的Mouse這一點 那它可能本來你不一定從EF中線出來 可能從南面出來 但因為它預警有做到 所以它比較早開始加強 那有看到對方的一台Mouse之後 你少一台Mouse 然後你正面 你又是從EF中線出來這個選擇 所以你正面50B 要靠近對方的這個位置 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那這邊就是在兩隊上一次招戰的時候 Ringberg其實一勝一負 那這邊其實Current Tiger都拿下了兩勝 對 那下一張地圖就是Hemo Stove 大家其實都來做調整 那首方這邊做的調整可能不用太多 因為你就是把Mouse開出來 戰車開出來以下一個Mouse開出來 然後215B也選出來 就是該做的事情就是跟對方對陣 然後215B即將做輸出 我覺得攻方可能要打再更 就之前兩台Mouse可能就已經不太夠用 那你自己要打一個 攻守比較權衡的這種配車的話 你就必須要藉由站點 讓對方是必須要出來跟你做交戰 那你50B可以打對方一輪 然後縮回去後面黑槍的一個位置 或是保險 那在第二波交戰跟第三波交戰 大家的Mouse已經差不多殘血了 所以你的50B進場才可以取得更好的一個作用 是的 所以這邊是在 Ruiburg這樣地圖上面 因為我們前面的比賽也沒有看到 Ruiburg出到Mouse陣型 那雖然兩隊都沒有出特別多 不過應該是可以有更多的Mouse的運用 嗯嗯嗯嗯 目前來說其實我不太願意看到這麼多Mouse啊 但是我之前只有注意到他的槍好像是 本來是14.9秒吧 現在變成12秒 對 對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Buff是這樣 我想說哇那一定變很強 但沒想到這個數據改動之後 他的這個DPM輸出啊 只輸好像是只輸113吧 對 就他然後還甚至還015 就他的DPM輸出是高到有點誇張 是的 就想他又有裝甲 對 又有傷害 就做壞了 又有血 所以他就是有點過於強勢 所以任何的一個地圖現在都可以出Mouse 只是說出這麼多Mouse的話 他會讓節奏變慢 那你轉點也變少 就是必須要去調整 就是調度上調整去 是的 去調整他的這個節奏啦 你什麼時候要做調度可能就要早一點 因為他走得慢 特別是像Keyron Tiger是一個很會做陽攻 或調度的隊伍 所以他們的可能擅長的戰術 一定也會稍微做一些調整 對 守方這邊可能要下的行程會比較多一點 是 攻方可以打的比較 我覺得比較隨意一些 就是你想要打哪個點 設定好Setup Play的戰術 你就直接錄進去 用比較多Mouse的這種陣型跟戰術的話 可以嘗試這樣試試看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 就是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畢竟戰術有賺有賠 這個你要贏或輸都不要怪我 就是我只是覺得說 好像是這樣沒錯 就是看起來好像 可以試試看這樣 至少要打的 至少要打主動一點 不要做太多的猶豫 因為之前比較多的消血 是因為你的車是什麼 你的車是E3 E5B你要先做第一波消血 進去之後讓Bachia進場 讓50B進場 那現在不是 你50B進場跟Bachia進場之後發現 所以你是這樣 是一台Mouse 要不要打他 還是很困難 就帶腳在身上好像有點浪費 可是不打他又很棘手 因為他下DPM很高 以前你可以不理他嘛 反正他弄很慢嘛 而且他只有一台兩台 你就先打對方50B 但是現在DPM就高了 你從15秒變成12秒 再加上 我不太確定 我對面開全開帳號 全開帳號可能 maybe10點多吧 或11秒 對因為你是滿技能嘛 所以這算是很恐怖 10秒鐘一顆耶 他是Mouse耶 雖然說他砲塔轉還是很慢 但是他有3200滴血 對就是你就 我可以耗血 這樣等我砲塔轉過來 就是我講的嘛 我昨天在想 不知道怎麼形容他 就是又大又硬又持久 對可以這麼說 好是 真的啊 戰術上 對對對 又大又持久 對 然後現在裝填又比較快對不對 好 那那個在Kemoto上 其實應該是可以參考給DubWolf試試看 就是不要想太多 或是選擇更多比較鋼鐵紅牛的陣型 跟他Kemoto拼一口看看 那個小摩說Mouse現在 全技能加裝備上的話 會變9.49 好可怕的數字哦 很扯 9.49打你一發500 哇 痛點JP 那今天兩隊可能是網路連線有狀況 我就是會等待比較久一點 對這邊 ESL是沒有說什麼太多問題 可能在轉場的時候要 換個換個裝備啊什麼的 再等兩邊 下一張地圖將會在Kemoto拼 今天 第二張地圖會打到Ghost Town 所以都是 前三張地圖都是以城鎮圖為主 對 那剛好也是非常適合BOSS出場的地圖 大概上一場兩隊對上Kemoto拼 Kemoto拼這張地圖的時候是由 Dyvob獲勝的 這有辦法拿到比賽的勝利嘛 當然 今天的話就是真的是看大家 對於版本理解怎麼樣啦 你怎麼出貨我都覺得是正常 都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對戰組合 Dyvob這邊的配車 防守方出了兩台的Mouse 一台的i4 一台50B 一台的215B 一台Type-4 和一台T95 那Kemoto拼這張地圖則是出了兩台的Mouse 一台的Type-5 一台的50B 一台113 一台25T 一台1390 單人攻擊方 所以T95則是Kemoto拼用過的戰術喔 嗯 T95在這個版本也被BUFF了 BUFF他引擎 速度是跟上Mouse的喔 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他的急速也會來到 我沒記錯是20吧 開箱有變得開場 是由T95Kavin去卡在B2這個窗口 嗯 不錯的Pick 我覺得不錯的Pick 就是 T95去取代013的位置 然後速度也變快 也可以 堅持住一段時間 那一個揪揪配置 在首方這邊是蠻不錯 那你攻防這邊還是得出一個8階1390 會在這張地圖裡面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現在向Poly轉一圈 發現沒有大WF的人 50B長得很好 50B不能探頭 突然好期待那個 就是整個圖片改動之後 這個Hemisolve的地圖 因為Hemisolve的地圖都是 比較多的那種斷圓殘壁 然後跟建築物 那這一次的改版 除了草跟樹跟水波 那個圖片會改之外 就是建築物也會改蠻多的 應該會多更多的細節 其實那也表示可能會有很多 可以長地攀啊 或是一些小洞可以拿 我以為你要說 會有更多的細節 這個大家的錢準備好了嗎 對你們的 就是你們的顯示卡OK嗎 不管是各家的那個 甚至那個 傳說中的Ti 1080Ti 現在這頂已經不是頂到1080了 還不夠還沒上個Ti 比我一台電腦還貴 一張卡就比你電腦貴 這邊左下角介紹一下 剛力這個選手 目前傷害是74,375 那平均傷害是1400 平均總率是71.8 算是偏低一點點 我覺得Ti4在這個位置沒有很好 他可以跟自己搭不頓 然後他以這個配車來說 應該是F125BK在這個點位 機動性也夠 可以回去做回防 然後 也算是比較典型防守的一個位置 炸一發 15公分 不用管他的 15公分流氧炮就是這個好處 不用瞄對不對 誰給你臉頰 我直接炸你 看裡面 就炸要看會不會隊員會不會死 反正是死了就賺了 再炸一發 再發281滴 都好就噴你一發 反正我們現在是互看嘛 又大又1又19又怎麼樣 我直接噴你臉這樣 直接老師 怎麼了嗎不是嗎 今天對話好微妙 今天之後我都會這樣講 因為他就冒死我一直粗啊 好這邊被斷腿了 就打到後面那台車也不衰 他本來打215b就略過打到後面太破還穿了 然後自己又吃了150傷害 有點虧哦 那個炮火間隙很好抓 因為兩邊都是單發車 換血完之後 Helokly進場就Helokly只剩成是一個671滴 被亮了 不要假裝想要埋伏 大家都看到你了 呵呵呵 只是直接探出去看哦 不過也是沒有受到傷害 因為山上射一走了 他應該是被看 Aki看到的啦 但看到之後他要往回退 還行還行 這邊換血完之後 打過這邊 兩邊是造成一個血量上面的一個平局 那當然啦 進攻方壓力比較大 時間上的壓力 Aki這邊上不去 欸這個時間點 我打妹好像可以繼續站點 我這邊被亮 換了一下位 Revolution 對來到這個位置 要去做防守 T95也開走了 莫達妹等一下消光 不過T95那個位置是 應該往後退 往後退 退到那個扇形的一個 這個位置之後 有一個窗口 應該是可以用H1洗到莫達妹 我昨天看的是 那誰啊 Navi用013 然後直接洗到車上塔 就是那個 那什麼 車站那個休息室 1390會塞的那個位置 對 稍微 然後又一台H1 直接用H1的暴風就洗到 整個看傻 原來這樣可以洗 那我們之前在搶一號線到底在搶什麼 真的是看到 新龍的Mouse 他依然卡在這裡哦 他也知道其實前面是有車的 所以是 互卡一個狀態 這是現金版本啊 貓斯 最近卡到這邊了 沒有人要進去站 但我覺得 攻方的CT可以打得更激進一點 因為他的兩台Patcha 旅鬥完之後 他帽子是直接開進去 跟對方硬幹 那現在進去的站點的是莫達妹 加1號點位 也是行間很小心哦 那時間剩下4分半鐘 他帶的是咖啡耶 喝咖啡 可能沒睡好 沒有帶偽裝網 沒有吃 就是他是吃那個 吃東西 然後沒有去帶裝備 剛剛可能就是在換這些裝備 這個窗口打下去 Matico 呃 吃了一發 458的傷害 噗 現在拿DECO在一個腹背受敵哦 他可以不用 看別輪流 欸 挨他一發 他可以不用過來啊 我怎麼出來吃炮 他想跟辛龍一起上前壓 壓住 為什麼不用穿 這麼近的距離 你沒穿啊 選手個人能力的問題了 副公恩直接出去噴他一發 把後面的辛龍 要上來做幫忙哦 不用動動 有有有剛好擋住 去救拿DECO 好拿DECO 依然是沒有辦法把 依然是沒有被收走 4T這邊139 你繼續做站點 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原來 這把 這把有傷嗎 沒傷 兩個都沒傷 兩個都路過 沒事沒事沒事 我只是路過 打招呼打招呼 貝克把Polly給帶回了車庫 槓是有甩了一顆 對 卡別人T95也把拿DECO收掉了 但目前是一個一換二 時間是夠的啦 但是 槓是 滿血的槓是 過來要做resert的話 其實139跟他繞圈圈就好了 不用交戰 不用交戰 我直接出圈 但你正面要倒光了 對 就用一台8階車 把你的10階車拉在這 他的一個車輛 讓自己的隊友知道 穿過樓 呦呼 最後放你穿 他不來幫你喝彩了一下 那後面的隊友有補砲就吃了 哇 現在那個 槓是不想理他139 還從屁股戳了一下 Lamber 被Duker了 他覺得不行 你應該被掉出來 我回頭把你的隊友打死 但是已經來不死了 槓力 OK 現在剩下一個 4打3 那個3包括了 滿血能不能打沒1390 反而是正面打贏了 剛剛怎麼贏的 我其實我也搞不開心 因為我們來看他繞圈圈 時間還剩下2分鐘 我看到Tiger很有壓力喔 Lamber剛剛裝忙了一陣子之後 回來要 彈一發 再彈 沒有彈到 455滴的血 魚滑剩下74滴 這個Lamber 做一個貼身的 OK 然後最後被那個 最後把右排打掉 沒有辦法貼身還是 有點優勢 哇 139 0 直接把那個大部分車也帶走了 現在剩下Lamber和Bacom 加起來是1960滴的血 開玩耐哥也差不多啦 尤其是整個比賽時間值 剩下20 20 可以有收掉 390來幫忙 差一發 可惜 這邊收掉之後 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畢竟它是一台滿血的139 難道我們要看139救世界嗎 是有可能的喔 Bacom387滴血了 在Lamber-4 那139也需要 2個人駕駛原始 對 抓到 沒有做開花 原來他在撤掉 有點緊張啊 時間剩下50秒 可不可以收到2台車呢 他剩3發 打不完啊 GG 他 Reload OK Reload完之後就擊穿了 10秒啦 每一發都必須要很小 一定要擊穿 該也是沒什麼機會喔 因為Lamber還有955滴 嗯 他也沒辦法 他得Law啊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不Law的話 但要數夠 3發是一定不夠的 剛是有量到他了 硬上 OK 這邊吃了一發 好 還沒有Law完 所以沒有辦法 只能硬上前去要繞他 嗯 剛是也只有屁股貼 貼的那個斷崖不會讓你繞 一發 哇沒穿 沒傷 OK 2發 好啦 被Bacom給帶走了 恭喜DarWolf在那個 HeroSoft第一次拿下一勝 其實我 那邊搞不好清楚怎麼怎麼出的耶 就是 就是可能下山過後的這兩台Bacom沒有做到太多的一個傷害 就是 在 呃 對方想要去做救駕的時候 呃 撕掉太多的血量 包含自己的Type 我覺得 嗯 他的一個功能應該是放在低耗線這個位置 不讓對方去做Reset 就好了 那 我覺得他打得太過於激進一個人去推 因為你太浪費他自己的一個血量跟他的榴彈炮了 那 呃 呃正面來說的話我覺得應該是 嗯 我們看到的這個流程就會是說1390繼續站點 然後沒有受到太多的傷害的話 對 他可以繼續站點讓對方是陣型拉不回去 那也變成是說有人在一號線守 這個部分他剛剛City是沒有人做的嘛 對 那 呃 以這個陣型來說可能也沒有太大的一個差別 因為 所有的交戰都在我們北面這個位置去做 嗯 去做出來的沒有人在 只有123號線這個位置 那 我覺得City他沒有做好的地方是他 沒有去打後手 他打的 呃 自己在站點 當然 但是他自己的一個部隊又往前 往前做突進 對 那 比如說打不同線 那就是什麼東西都想要的一個情況之下 都沒有拿到太好的一個 嗯 看一下剛才精彩與Play的部分 那我打妹已經去做站點了 那 後來其實也牽制到Lambler-4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中間交火的部分 City他並沒有拿下優勢 這個已經是後面解殘局了 對 他恰是有被針對倒了 嗯 傷害輸出的部分 第一名是Lambler-4 13發打了4478的傷害 再來是Shenon的Mouse打了3600的傷害 那DECO的T5打了3300以上的傷害 而Hell Cry的武林幣也是打了2500 Shenon的Mouse打了2500 然後Bacon的武林幣也是打了2500 Kaven的T95 無法流打了2200哦 Bacon的武林幣還收了三個人頭 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前面的傷害並沒有差距太大 不過時間真的是不夠 那來看一下第二頁的傷害部分 656神的215B是9發指打了1200哦 那 講一下Current Tiger的Bachia的部分 Poly的Bachia 5T 7發指打了1500 印象中他的這個 講來Bachia在第一時間點做出的傷害可能 沒有太好打 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台25B跟一台Type-4 有一點問題 不太好做對跑 那在後續的話 因為OB也沒有帶到 但我們看到 其中有螢幕是50B有去抓Bachia 所以他們在大部分這邊在正經調動上 還是有針對於山上這邊的Bachia 還是有做出了一些就是 算是Counter的一個戰術了 然後我們到正面這邊 雖然說看起來沒什麼戰事 但是IS-4的確在 完全不理任何人 然後去做Reset的這個動作 也是讓City本來想要利用站點去做進攻 然後反而是讓IS-4這樣直直的衝過去 去抓1390也是蠻奇怪 就是在這個陣型的這個防守策略上面 就你自己去站點了 那站點這一方開始會轉成防守方 但是那這樣的一個防守策略 並沒有因為你把中央攻擊拿下來之後 去斷掉IS-4想要去做Reset的路 是 對 那其實在上一場的 他們之前對戰的時候 Heavy Tanking有說 Counter的平均其實比Dive Wolf 會多出一炮的輸出傷害 但是其實這三場下來 兩邊是沒有差距太大的 嗯 差距其實差不多 對 那只是說前面兩場大家都在戰術 那這一場的話其實CT也是有帶了一台Type 5 就是它的一個用法 跟拿來做Counter的對象 可能還在說一些調整 對 這用法它可能還不是很習慣 其實各隊都確實像我們說的 都還在習慣目前做的車輛的改動 嗯 那包括在各個地圖的不同的配合 像就是我們之前常看到的Caragon啊 或是015啊 或是C05 那這兩週就比較沒有看到 015啊 015 我覺得C05可能還有機會可以出來 就大概看房子旁邊幫我放 那我覺得015可能就真的 只會在Moravanka吧 Moravanka還有一些機會 其他地圖我覺得應該就很難再出現 嗯 嗯 其實它有眼淚的感覺 它這一個版本有被小小Nerf 就是它的那個 也算小小的Buff 那車廂塔好像變矮的樣子 就是這個地方 那野團裡面才有差啦 野團裡面才會有差 因為在打比賽的時候 很少有人去打車廂塔 一來是不好瞄 二來是它就直接串你正甲就好了 對 或是底盤 對 因為在交戰的時候比較多 比較少那種真的是 兩邊在互卡 然後你必須要去瞄對方的弱點的時候 就比較少 對 這種情況還是有 但是還是比較少 是的 那我們等一下要看一下說 今天除了Hermostorf之外 的第三張地圖 院線已經打到了 呃 2比1 對 所以其實應該會打到第4 也有機率會打到第4張 那下面拿的地圖是Ghost Town 和Moravanka 對 對 那目前2比1 就是大沃普這邊 有拿下來之後 看他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 把他的狀況也調整回來 我們之前就有講 上禮拜CT就是 一個讓勢追死 跟被讓勢追死 真的 CT非常非常容易打到Type Break 但是他們在Type Break的勝率 也是相當的高 那在上一次兩隊比賽中 Ghost Town地圖上 大沃普是兩戰全勝 所以如果能夠打到第三章 應該會滿精彩的 來看一下攻守呼喚之後 Carron Tank擔任的防守方 除了是三台的MOS 一台的Type 5 一台的G4 還有兩台的T95 而大沃普擔任的攻擊方 除了三台的MOS 一台的50B 一台1390 一台的Type 5 跟一台的E3 哇 這邊除了兩台的T95呢 很有趣啊 他可能想要疊起來吧 好想要看T95疊起來 好期待喔 看他們會放在哪個地方 可能一個車站一個5號線 或是一個窗口 收一個西北角防守陣型 然後槓式可以去壓2點 就是收2點 這只是我猜的啦 幹嘛幹嘛幹嘛 大沃普是很激動 哇拿下一場啦 我現在要來個讓2追2 對 對也是可以試試看 歐比賽等一下 歐比為什麼要帶到這個 你的T95是 陌生人是不是 沒看過齁 帶了一個V鏡 歐? 應該沒有帶線吧 沒有沒有 他就是利用他的隱蔽性 然後他帶V鏡 你所有過去的車子都會被亮 嗯 是一個蠻有趣的運用 歐比今天很喜歡 特別去TAC戰車上面的 贊助商 是不是都夠 因為 因為 現在節奏太慢 哈哈 歐比有點沒事做是不是 有有有有 有有有閒時間 有閒時間可以讓他去做 這邊也帶V鏡 還喝可樂 喔突然好想喝可樂喔 你有一箱嘛 就我一瓶好嗎 哈哈 欸我記得閃擊站就可以買一瓶 買一瓶是可以加多少 一樣啊一樣一樣 只是 好像趴數比較低吧 是不是 喔 忘記了就是我記得閃擊站 所以咖啡也可以 買一杯 一瓶 一杯咖啡這樣 不然就是我記錯 印象中可以 但是 他就可以用銀幣買 這樣子其實也蠻好的 對 省點錢 你可以自己賺回來的錢 對 對 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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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但就是靠 帽子做持續輸出啊 低片輸出是算夠的 嗯 特別是在buff過後 就會拿來這樣運用 嗯 嗯 嗯 我覺得OBM就讓我好好的看看戰車 看看這精美的戰車設計 果然喔 果然是在盯這個位置 剛力被亮了 一號線 生龍在後面 我記得T95他的銀幣線好像不錯 因為他夠低矮嘛 你突然看到他你也不好穿他 這邊已經先Poke了一顆 Revolution被打到一發 唉唷 是三角飯糰啊 C飯糰 然後修理包 很怕自己死掉 Revolution直線往前 這邊是泰武一個H1 洗一個12D 中分扣72D 這個 這個 彈藥費賺不回來 虧錢這一發是虧的 被看不起來上山喔 你看下去 等等 就可能會遇到 UPA的T95的歡迎喔 哇 又以這邊1390 直接剩下275的殘血 嗯 T95灌了一發 生龍這邊被斷頭欸 我沒差 我們慢慢往後退 修好往後退就好了 對 那已經在1號點做戰點了 其實Nateko剛剛其實是要斷他腿啦 所以才會扣那麼少血 好了 OB我們可以看紅方了嗎 呵呵呵 看 周圍一直有POP 所以到底是看Nateko很專心的在盯著這個3號線 可以不要看第一人撐了嗎 我需要看一下掉洞的狀況 OK 隊友過來集結了 他就先撤退喔 你弄那麼久就是為了要給我看這個畫面嗎 哈哈哈哈 他就頂在後面他人幹嘛啦 又以為笑 49DLamber 把新龍T95給收掉了 你看吧 你看吧 你這個畫面我哪知道他被誰打的啊 呵呵呵 到底是 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 T95啦 好好笑 應該T95一起一起的 MOTA妹也有可能 好太白了 Nateko這邊可以打到 Sara一發269的地址自己也承受了400多的傷害 他一發沒有15公分我也有 嗯 但是我的傷害比你大 RNG 呵呵呵 硬氣不在你這裡 RNG大神 對 聽一下大陸不得聽 一丟 那有儀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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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 RNG的 我才可以抓到那里 有 我可以把他攻击 我把他攻击 你不被人为了 我负人的一支 我可以把他攻击 你把我攻击 我把她攻击 我可以攻击 我把他攻击 你把你攻击击 不太多 那你再做得更多 你往下游到這裡 你可不可以 你能夠長的路線 你能夠多地走 等我 你為什麼有在那裡 這個… 這個… 是正確的 你不正確 你不正確 我可以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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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 肯定,不滑 - 啊~~~ - 啊,不滑 - 要不滑 - 啊,不滑 - 啊,我要滑,不滑 - 不滑 - 不滑 剛聽到那個什麼 毛四搜 H17版殺掉1390 是這樣嗎 剛剛有一句是這個啦 不知道哪句而已 被亮的情況之下 直接被H17掉 那時間只剩下3分鐘了 有兩台車在做的站點 可以直接被reset到 reset到了唷 時間真的過得相當 時間的蠟被相當的慢 剩下3分鐘了 OK 這是 SPEC的帽子 Akipa 給帶回車庫了 兩台帽子的對決 那彼此都是掉了一台車 我覺得有多掉一台右影 毛四搜尼 學得太像了 我很好奇他們 耳中聽到的 就是我們播放的感覺是什麼 好 現在貓打妹 被護背受敵喔 被香香偷錯了一顆 那跟Akipa在一起 沒事沒事 還有一分鐘 還有兩分鐘 再繼續撐下去 雙帽子這邊可以撐 有夠久之間 對 時間真的被拖得相當的慢 現在還有兩分鐘 鋼蠣這邊吃了一顆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做阿倫 誰 喔 013直接頂上來了 阿倫要被拔掉了 對 阿倫卡 這邊有點尷尬 喔 這邊被斷腿了 Kabian 斷子繡腳繡尼巴 對 先做個白腳喔 好 開 帽子死掉了唷 Kabian 把阿倫收掉了 被你把Kabian收掉了 還在站點唷 對 站點時間 還有40秒 36秒 Tambus一台滿血的帽子唷 帽子要被Risade是很簡單的 是的 剛剛是不是覺得我會說U 我沒說U了吧 對 我笑到有點撥不下去 每次都U還是得了 好 那什麼時候會這樣 DES DES 我來 Risade 一發DES Risade 對 有Risade到了 現在Risade被重置 時間剩下一分鐘 趕緊大事已去囉 那 Tambus應該想做個拳尖了 有Risade到 這個要用DESI打 DESI打 DESI打 好 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打標籤 喔 有戳到一發 以這個時間上來說 HELLO CRY的血量 也沒差啦 因為是一個5打2 一個局面 他這邊就算掉了也沒差 只要硬上去做輸出就是 嗯 洗數據時間 大家的這個平常 上來後又有一把 因為帽子太多了 血夠多 該洗傷害了吧 對 我也想當MVP啊 DESI打 在套裝上面 把SPITS給帶走 剩下RAMBER一台 HELL CRY真的是硬上前去 跟你正面的對決 我也不擺腳了 我就直接打你 DESI 他等他說 欸 你怎麼還不射 欸 不管 我先射 DESI打我一點嗎 DESI打我一眼 拔一個側臉 好的 那恭喜 呃 就是搭WARF這邊 也 講錯了 恭喜Karen Tiger 先拿下一線 現在比數來到了3比1 掉了唷 對 掉了 掉了 在HEMOSERF上比賽 這張地圖是 由Karen Tiger 兩戰全勝 我覺得1390這個戰術啊 就是 因為現在有大管炮太多 不然是MOS 還是說有Type 5啊 就是炸地板 他可能跟之前1390 所面臨到50B F1 215B這種 可能暴風沒來那麼大 沒辦法那麼好去做reset的車輛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但因為你自己有MOS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利用MOS的 跟對方對砲 而且有足夠的血量跟對方做消血 這一個方式呢 有一點類似像Luinberg 北面這個位置 你可以用一台MOS去擋住1390 會被reset到的空間 變成是行動掩體 但是掩體是具有傷害的 跟之前不太一樣 具有傷害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跟對面的 不管是Type 5 或是MOS 或者是在這個窗口的F1 215B 他都能夠做對砲 那對方也沒有辦法reset到1390 那變成是怎麼樣 就是你會回到之前HEMOSERF在藍面打 1號點位這個位置 對 你對方要進來做reset的話 必須要通過一個層層關卡 嗯 這樣一個方式去做一些調整 對 我覺得也是在剛剛這一場 呃 觀察下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調整的 嗯 反正是比較像是之前那種 呃 只要經典的防守方法 就是進攻方 你這邊就是硬要 硬要去站點 我來取一 看一下 Degital replay的部分 然後T95被Leveler Bounce給打掉 這邊剛剛提到做站點1390喔 這個 HEMOSERF直接一發入魂 BOOM HEMOS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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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輸出的部分 那DECO的Type5喔 十發 十五發打了四千八的傷害 就是打到非常非常多的傷害 而Yepala T95只是八發打了四千三的傷害 再來是 鋼力的Type5也是打到了四千三的傷害 這個就是 出了鋼鐵喉嚨症之後 你就看到傷害的數字直接多個一兩千 那HEMOSERF HEMOS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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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Type5真的好開啊 十五公分 看到什麼就甩什麼 真的 打到四千八的傷害 好好賺啊 對 防守方法的話 出一台車去做 HEMOSERF 我覺得還行 他自己 SDJ邊也是有帶了一些 就是 兩台的T95去做 地圖上的控制啦 控制得不錯 是的 來第二頁的部分 又你的139003 不過因為主要是做 站點的工作 嗯 對 帶來是新郎的T95 算是比較早被拔掉的 開了四炮 打了874的血量 嗯 他的95 95在第一時間點 打了87 應該是打在 那個1390上 可能第一發是上H 你竟然要站點 通常均勢站點的時候 會被poke到一顆 是 那之前放的一個位置 跟現在放的位置 不太一樣的一個原因是 之前你T95放在車站裡面的話 你能夠打到的角度很小 那對方也是能夠有所預期 那你放在底線的話 你可以帶一個V鏡 那我覺得 這個位置甚至 再帶一個偽裝網 再朝後做攻擊還 還算不錯 就是也還算不錯啦 就是 嗯 你增加你可能開炮後 會被量的一個距離 或者甚至 你不帶偽裝網也可以 就是打完之後就往後退 你第一發有打到就好 是的 對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 以後在這張地圖上 會蠻不錯的運用 那下一張地圖是 Ghoststone 那也是一個城鎮地圖喔 那幾張比較平衡地圖 然後看看等一下 會不會出 我們前幾週一直看到的 物底103 嗯 好的 小木耳被影響也唸 無敵103 哈哈 我是被自己考影響了嗎 對我上次 我上禮拜有跟他討論這個問題 中間有一段時間在閒聊 他說為什麼你要唸 無敵103 他說他會習慣唸母音這樣 我說那你是 應該是美國人跟英國人的差別吧 是不是 他是以為是英國人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正確唸法是什麼 因為官方影片都是唸 UDES 哦 好 所以我們一直在把它連起來的 UDES103 都可以 音質有點長 音質有點長 對 好像也有另外有聽過 兩個唸法我覺得應該都對 其實有點像 這種東西怎麼講呢 沒有什麼正統唸法 就是口音的問題而已 那只是說 台灣是美國的影響比較多啦 台灣還是唸UDES103囉 我這個是很好說話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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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就是 我剛才播的時候我就唸UDES103 他就要唸UDES103 我們必須 就是堅持自己的口音 想辦法互相影響對方 互相傷害 對 不過 在賽前就有提到 就是比較多的 MAUS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在亞服這邊 我覺得還是能出 就是看 兩邊要怎麼去做控 去做調整 那 在前面這幾場比賽 就有看到說 其實大家調整的速度也是滿快 並不會因為 並沒有在因為白門改動之後 還是停留在原地 大家還是有不斷的去做功課啦 然後去研究說 你要怎麼做出車這一方面 但我覺得今天的大國富士啊 他們的這個 出出來的配車都是比較 比較有想法 比較有創意一些 對 就是可能會去拼搏一次看看 或者是說他們本來也有做 固定的練習喔 其實這對 目前成績墊底的隊伍來說 大國富士其實是一個 蠻好的表現 我覺得 更好的表率 受到小莫姐姐的稱讚了 沒有 因為我們可能會對照一下 比如說 地不上來的TCD 你要說大國富士很棒唷 對大國富士很棒唷 因為像TCD 可能就有一些 選手狀況啊 或是沒辦法 沒辦法完整的禪賽之類的 那大國富其實 會不斷想出一些新戰術去嘗試 那也看得出來 想要成為更強的電競隊伍的積極性 都是蠻讓人欽佩的 盡量大家看 那因為在新版本改動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是 大家都不是很確定 我相信連這個二福這邊 也得打兩周才有辦法 參考其他伺服器的比賽 也可以讓大家的這個 選擇配車的一個策略 會再更加明確一點 這方面也是因為七至六八里的關係 七至六八里的關係 七至六八里讓大家有很多這個 選車的一些空間 包含剛剛也有看到 這個 可能在勾唱這樣地圖 連OPS416都有出來過嗎 對啊 對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 勾唱這樣地圖兩邊的配車 他讓他擔任防守方 除了三台的Mouse 兩台的5T 還有兩台的溫中 一一之四 而大Wolf則是擔任攻擊方 除了三台的Mouse 兩台一一三 還有兩台的五零一二零 也是很有趣的 對也是很有趣的出聲 我覺得這個配車我蠻喜歡的 但是他必須要打一波 就是你外圍不能夠等太久 就是你要往那邊衝就直接衝進去 那你用兩台五零一二零去補足傷害 不錯 讓十階車都是單發車輛 跟對方能夠不斷地在做消息 是的 那其實Krintag的想法也是有一點類似 他因為現在Mouse比較多 所以他 彈甲車放比較少 但外圍他也是用兩台八恰去補足一些傷害 那就要看這兩台八恰的功力了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旁邊的開場 直接也是先往中間做一個集合 他很快就碰到你們彼此開火了 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首方這邊沒有出了UKC03 是的 比較沒有在看到這出場 那這個時候選擇在A4停留的是 沒有打妹 對 走一一之四 因為自己少了一台車坐雨水 所以這地方還是得做預防 那預警的一個情況也還好啦 因為對方也不太可能衝兩台車進去嘛 衝兩台車進去 他的一個部隊還是能夠支援到了 那狗湯這樣地圖算是兩個點位之間支援算蠻快的 所以這Mouse還蠻能用的 就是你三台四台我覺得很多還OK 而且兩邊都是除了三台的Mouse 嗯哼 在改版前其實就會看到兩台 兩至三台的配置 這節奏來說 就是有人想要去尿尿 你就先去尿尿 可能回來的時候不會 戰局不會改變太遠 Mouse沒有關係 有時候會直接衝到Y之路口 嗯對 但他那個交戰可能會打個兩分鐘 Y之路口交戰可能會打兩分鐘 Mouse你們先打 那我這個把CHA先去上廁所這樣 選手是不太行啦 我會說觀眾 選手是不太行 選手是不太行 這邊阿騎也溫收一隻是直接往前 喔 Lambo戳了一顆 對 現在進去站點的是剛內的Mouse 我以為的BACHA 戳了一顆 應該只有開一發 咦 不是Poly打的 是Mouse打的 開頭的調動 這邊 大部分要做的就是把對方的陣型拉亂 可以兩台的113卡在這個坡邊 屋住Y之路口 Yupar進來吃了一發 Yu y沒穿 這邊阿騎出現了 沒關係打後面的Yupar 阿騎直接要上來 來 這麼硬擋喔 哪流的算 開過開過 對 蛋腿又秒修 換位換位 這邊還有10秒 台力很大 113要這時候做傷害 113要持續做站點喔 有reset到 嗯 我們兩台8下在攻擊113 13被拔掉 Yu y這邊應該是可以活下來 但是 後續Mouse會跟上傷害喔 因為正面的一個壓力 已經沒有了 所以會帶掉213之後 連壓點的車 捷進出來做攻擊 對 就是Mouse的敗牙車喔 那BECA 我們一人收到了HELL CRIED 你看喔 你現在是6分20秒 你看他們會打多久 好 因為現在Mouse的血量 其實都還是有2000喔 真的是蠻恐怖的 OK 現在是重新 剛剛經過一波會戰 現在有重新做一個停頓 依然是三台Mouse在做的站點 剛剛這邊有一個大問題 在於說他的50120跟Mouse 是一條直線 他是正面 但是他沒有辦法到北 對 沒有辦法做一些側襲 那只能等待Mouse 就是開砲後的空檔 哇 這邊Nadeka把Covia的50120收掉了 剛剛不是這個兩根 是頂前面一個人 釘外圍的50120 50120直接被換掉 這邊做一下換位 Nadeka的血量還是很多 是的 不過DWV現在只剩下了三台Mouse 然後包括在站點中三台 還有一台BECON50120了 BECON要被Poly 要被Poly的Bacha連上來了 對 你看喔 一分鐘 一分鐘過去了 發生什麼事 掉了一台Mouse 對 對 OK 掉了第二台Mouse 然後 50120也被收掉了 剩下鋼淚漢Lamber 總共1850的血量 現在是5分15秒 會打多久呢 OK 溫軸依斯補一炮 把Lamber給帶走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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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剛剛最大的問題 就在於他50120走的一個位置 他不應該走外面 他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他倒不如用兩台AP 就是你外圍的話 其實你能夠支援到正面的BECON 對 那一個角度不對 就是 Mouse的正前面是面對著你 你打得到他 他也打得到你的隱形空 你不好跟他做對砲 所以你必須要讓自己的Mouse 跟他做對砲的時候 你可以從側面突入 所以他剛剛的50120走的一個位置 要走外圍的話 你就選AP 你要走50120的話 他應該是跟著自己的Mouse 群進去做站點 當對方Mouse打進來之後 他50120跟著自己的Mouse 直接打出去 就是你三台的Mouse 對面的三台Mouse 你兩台50120可以做一輪的輸出 那不管他要打你的120 還是要打你的Mouse 你都有瞬間爆發的能力 打完之後 成多桃血就是對方的一個決定 那以現在Meta來說 而且Mouse 炮塔轉這麼慢的一個情況之下 三台Mouse衝出去 後面兩台的50120 衝出去打的時候 理論上來說 這三台Mouse應該都不會打你 他應該會在第一輪先交 交代Mouse 炮塔太慢了 炮塔也沒辦法轉到側面 第二發也跟不上 他就算是10秒一顆好了 但他轉的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他走位的一個方向 造成他這一局會輸的一個關鍵 就是賽型就講到 兩邊的彈夾車的一個選擇 一個是用9階車 一個是用10階車 那他的一個差異就在於說 外圍的控圖 對於防守方的CT來說 他比較強 但是在爆發性上面來說 跟隨著自己的Mouse 去打的話 其實正面來說 這一局會贏會輸其實還很難說 因為畢竟你是攻方 你是站點 逼死對方的Mouse 吃完之後你的50120 你剩多少血量 將會是後面的關鍵 因為 如果能夠先把對方的Mouse吃掉 然後你繼續做站點的話 那對方的Mouse 還是勢必得過來做reset 所以後面的這個戰局 可能會再來更好打一些 對 所以在這場中 就是當我選擇50120 可是被分別的帶走 其實算是蠻關鍵的一個 落敗的原因 看一下精彩與Play的部分 剛剛就看到CT這邊外圍 巴恰的控圖是做得很好 把113給壓掉 壓掉之後 再去抓這個50120 就有互換了一下 這邊已經解殘局的部分 The Current Tiger Mouse 進來把站點圈內的Mouse 給吃掉 那傷害輸出的部分 第一名是Nadeco的Mouse 128打了4000的傷害 再來是Duff of the Space的Mouse 打了3500的傷害 而Party的25T 則是打了3200的傷害 鋼烈的Mouse 也打了2800 AK的溫州1-4 還有莫達本的溫州1-4 表現蠻不錯的 然後分別達到了1900和2700的傷害 Yuva的Mouse 也打了2700 在第一頁中 很明顯的事情看到 Client Tiger這邊的傷害 還是做得比較足夠的 就我覺得這配車 還蠻多變的 那我剛剛 先看完第二頁好了 好 第二頁的部分 是在主要在站點圈的Lamber Mouse 7發子打了1018的傷害 再來是Kavion的50120 是打了5發 打了1200 另一台50120 是Bacon 打了1700 好 我認為在勾唱這樣地圖 之前都一直覺得 就跟防守防守可以用一樣的配車 那你要猜對方 什麼樣的一個配車去做調整 那我覺得 以目前看起來 三台Mouse 然後選一個99配置 然後一台Bachia 一台50B 一台的AP 一台的Type-4 可能會是不錯的選擇 這我自己想的 我剛剛突然覺得 因為你Type-4拿來Counter50B 然後跟隨50B 跟自己的Mouse去做移動 然後外圍你有一台Bachia 有一台AP 所以你外圍也可以拿到控圖 那勾唱這張地圖 為什麼 我覺得算是比較好想配車的圖 因為你必須要什麼都要 就你要外圍控圖 可能會比較好打 那這也是我之前一直有講 我覺得外圍控圖 在勾唱這張地圖很重要 你就是外圍這邊拿下來之後 你可以往內打 像剛剛CT就是外圍 因為你有兩台Bachia 所以5020不會沒事跟你做近距離交戰 因為它是九間 你是十間 那另外一方面 兩台的Bachia進場去抓 對方弱邊的一個位置 或者是包夾的位置 把113拿掉這個地方 是CT成場贏的一個很大的關鍵 因為113就是拿來阻止對方 他就做reset 那在reset的同時 要做很多傷害的這兩台車 那我認為在三台的Mouse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會少一點爆發性的一個傷害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三台的Mouse 跟對方三台Mouse可以對砲 那一旦要交戰的時候 你可以主動發起進攻 因為你有一台武林幣 可以瞬間把對方一台給吃掉 那武林幣可以揚長而去這樣 我覺得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外圍你有AP跟Bachia可以去做控圖 我覺得好像不錯 聽起來好像蠻強的 對 聽起來是蠻強的 那等一下看一下攻守呼喚之後 也許Karen Tiger在這次擔任攻擊方 也許也是三台Mouse 然後看看能不能是這些老師所提到的部分 也可以再增強外圍控圖 然後預防被reset戰術 嗯 比較權衡式的一個打法 那進攻防守方應該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說誰要去壓點誰要進去做進攻 那現在的Meta來說我覺得 就不用選什麼1390去壓點什麼 差勢壓點什麼OPJ416 不用不用不用 全部都用Mouse就好了 開Mouse去站點 全部交給Mouse 那現在的這種對決我覺得也比較多 會發生在二號線 二號點位啦 因為你一號點位 對於攻方來說它的一個位置 對Mouse來說不是很好 但當然還是你可以一樣去用九階車 W1-4 那你把Type4改成W1-4去壓點 對 然後你的Pulse在前線Y4路口 跟前線去做交戰也是OK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勾手互換後的配車 搭Wolf這邊擔任防守方 除了三台的Mouse 還有兩台的25T 一台的U-103還有一台50B Current Tag則是 除了三台的Mouse 兩台的25T 還有兩台W1-4 確實有稍微調整了 就有點像是 上一場搭Wolf出車的一些狀況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City這邊 City覺得 City覺得外圍兩台巴恰比較好用 然後你正面W1-4 是一樣跟著 有人去守肉邊 然後有人去做 跟Mouse自己的一個搭配 那他們想法 也OK啦 也OK 因為他也是一樣有 外圍控圖有 裡面的一個攻擊 只是說爆發能力沒那麼強 但是 單發車有單發車的好處 其實他比較好控制 對 那這邊的話 Dawolf則是又帶了 一樣帶兩台的25T 嗯 然後又帶了一台50B 手方是有帶U-103喔 看到Maru的Mouse 一樣是三台Mouse陣 一起往前 那U-103 Covien 一樣到了 就是滿關鍵的 防守Wale 是A1的位置 嗯 走南面 然後U-103 可以守1號點 但交戰應該會不會在2號 等於是架空一台8階車 這是決定避開U-103 可以攻擊到的位置 嗯 這我相信這是後來 大家不用U-103的原因啊 因為Mouse的Meta 然後再加上 大家都交戰都會在南邊 U-103可能做不到太多事情 嗯 更何況我在想有問題 U-103是不是不好打U-103 這個Mouse啊 打穿Mouse 有可能 可能我們 可能會ㄎㄎㄎㄎㄎㄎ之類的 對 可能不好擊穿喔 打到但不好擊穿 好喔 Poly這邊是不是要夾壓點啊 有看起來像是喔 很像Karan Tiger的作風 這邊再拆一下建築物 他不是工方嗎 他為什麼把自己的建築物拆掉 跟開關有關系 今天OB真的都很喜歡 讓我們看一下戰車 OB沒事做啊 沒有OB在學那個Pen Camera 有沒有發現嗎 這我也會好嗎 還有一個重要的 重要OB的一個技巧就是 他要把速度開到最慢 或是二打 對 Slow Motion的感覺 Slow Motion的感覺 Slow Motion對 來 站點啊 兩台八恰假裝戰 把你的陣型往北拉 陰險 Baby 蠻那個Karan Tiger的作風的 蠻那個作風的是不是 Karan Tiger的作風 稍微騙你一下 找到50B的位置 打兩發996 賺翻 好痛 再打一顆 沒傷到 他順利的逃走了 就你了下一位 我這邊看到Lamber的Mouse的正面 這片喔 還來不及退喔 退的中間連續吃了兩發 抓到腿 繼續追擊 沒有斷到 可惜啦 你看Kavir 剛剛在終擊了 KING KING 是DOW我 就靠你了 KING Lamber的Mouse是退掉了 這邊BACHA 繞了一大圈 剛剛做了一波陽弓 這邊看有沒有要去抓Kavir的位置 可抓可不抓 嗯 看起來這邊是Hellcry 要走一個比較外圍的地方 嗯 去抓50B 哇 進場 看到兩台Mouse 這邊要看正面 這邊先頂住 有點痛 這邊交戰再去做傷害 這邊兩台的Mouse Lamber跟Yui想要趕緊做一些傷害了 這邊看得到底牌喔 打了一發 推進 針對那個BACHA BA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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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HA的BACHA BACHA 解決 Poly 這邊被 邀入對方一個陣型 其實是打的 自己打的太衝了啦 他其實可以走一二號線的外圍 OK Madeko下來 直接被Gongry給打一發 Gongry說等你很久喔 L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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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HA BACHA RAMS NAS HONI HONI NAS CHA BACHA BACHA -OK 阿Key現在要再來打YUI的屁股 -應該要先集火YUI喔 -不過其實最後剩兩台沒什麼太大的差異了 -剛力陷入了人生的困苦 -看吧 我就說吧 -Bachy 屢肉丸 -欸你們還沒打完喔 -喔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對對 還有一分鐘 -你裝個水 -好像過一分鐘 -欸這邊出現一個小小的BUG -車都不見了 -好有趣喔 -超過一分鐘 -恭喜CT拿下今年的鼓勵 -耶 恭喜CT是以5比1的比數打下的勝利 -非常漂亮的比數 -這個看出來就是為什麼家裡不用打 -大家不用UDS了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什麼輸出 -我猜應該打1000多吧 -我想應該是 -可能有打到在外圍過去的打擊炮 -但是主要戰場都不在UDS03可以打到的地方 -不然就是他可能只能擊穿他的屁股 -就是帽子的屁股 -是的 -這邊CT -對不好意思 -差一點點卡住 -好 -對那這邊是恭喜CT -那算是一切前次吧 -因為之前是2比5輸掉 -那現在是蠻漂亮的5比1獲勝 -你算是不會讓我們加班的時間了 -我覺得他自己狀況調整蠻好的 -那DunkWolf的配車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這配車有什麼問題 -那做一些調整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CT的勾上車的打法 -他的配車可能是蠻固定 -是的 -就是他外圍兩台八恰 -你要怎麼去架空他 -或是讓他不好做進場 -那你自己的一個配車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運用 -我覺得 -在陣型上面來說 -因為正面會打得太久 -你如果不用彈夾車的話 -你正面的帽子 -對炮就真的是這麼久 -你即使是 -剩下車去打一台 -然後也都讓你擊穿了 -也都讓你擊火到了 -實際上打起來不會那麼簡單 -就算打起來都讓你擊火到 -也是沒那麼好去做 -就是時間還是會拉得很長 -我們來看一下 -30秒的一個時間 -精彩的補充 -這個八恰的進場相當關鍵 -Yokurai的代幣做案能力蠻不錯的 -傷害輸出的話 -第一名是Nadeco的帽子 -148打了4500的傷害 -而Maru的帽子也打了3900的傷害 -再來是Gumlee的帽子打了3400的傷害 -而Yui的帽子只能打2700 -Yupa的帽子打了2500 -Lamber的帽子打了2500 -其實大家的帽子表現真的蠻不錯的 -不過可以看就很明顯 -Karam Tiger兩台帽子的傷害真的相當的高 -沒有 大家都是帽子啊 -就是帽子的表現不錯 -對對對 -因為大家都高 -那Hilkurai的25T則是打了2200的傷害 -Hilkurai進場的時間抓得很好 -而且他收了四個人頭 -尾 -尾刀 -尾刀蝙蝠 -尾刀蝙蝠 -對 -好的 -那下一頁我們看到Yudis03 -Cavion的Yudis03 11發打了1800的傷害 -大概2000左右 -那摩打妹跟阿奇的溫州1-4 -在旁邊做一些測息又打1500的傷害 -嗯 -他的11發以前可能就打3000多啦 -但是現在又打不出來 -對 -以前11發應該是發發傳喔 -那現在就比較沒有辦法 -那這邊 -Speed跟Bakang他其實剛剛 -這一局他應該要贏的 -就是 -我覺得他的兩台Bakang他進場的一個位置 -打得沒有很好啦 -就是他應該走外圍會來得好一些 -是的 -那我們看到後面還有Poly都是零傷回車庫 -嗯 -Poly就是剛剛也是進場的時候 -剛好撞到Mouse去 -對 -他怎麼辦呢 -他正面的Mouse -要救他也有點太遠了 -是的 -只有在這個階梯下 -他就沒有辦法直接衝下去幫他 -是的 -那來看一下總傷害輸出的部分 -總傷害輸出 -Nadeco的平均傷害 -我要打了3114 -剩下大很多 -並且收了4個人頭 -而高麗的平均傷害則是打了2595 -第一名和第二名其實落差還蠻大的 -大概就是Mouse一號吧 -那Lamper的平均傷害是2560 -而Poly則是2400 -Yupas是2372 -Aki是2337 -Hail Cry則是2203 -對 -我們年輕的肉體Nadeco -19歲 -打了3000張 -這個 -不錯不錯不錯 -洗傷害洗數據 -因為現在Mouse多了起來之後 -大家的傷害都變高了 -對 -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因為Mouse的血量比較多 -是的 -對 -尤其是兩邊都出Mouse的時候 -我出Mouse那你也出Mouse -我們就互相洗傷害 -來看一下第二頁的部分 -第二頁的話則是Cameo打到1900 -那 -比較後面的話是Bacon跟Revolution -那這邊是1036跟1325 -Currentile這邊最少是Moda妹的1348 -但Moda妹比較多是擔任輕型戰車的角色 -很多之前都開BACHA的 -開WinB的 -都要改成去開單巴車比較多 -回到單巴車的一個時代 -是的 -但我覺得 -戰夾賽是能用 -只是它的難度會再更高一些 -你必須要跟自己的隊友做協同 -而不是做以前是 -前一個版本算是小組作戰為主 -你可以打個兩小組或三小組的一個作戰 -那現在的話你可能打 -比較像一波流的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你貌是正面推進的時候 -車面能夠進場的一個車 -就是隨時要在外圍 -那 -情資上的掌握跟自己走位上面 -不要被開到光 -我覺得在現在的Meta裡面算蠻重要的 -是的 -那今天我們也是看到的算是 -得車被BUFF之後的第一天的比賽 -其實這幾場比賽都還是蠻精彩的 -因為我看到跟前幾週完全不一樣的Meta -我們就是歡迎大家收看 -這個戰友網聯賽 -亞太盃 -亞太盃 -然後帽子世界 -帽子世界的比賽 -不過其實有一陣子就是一個 -帽子二五季的世界 -帽子世界 -其實有一陣子也算是113很流行 -所以是蠻多113的 -對 -就是大家開始找到一個 -一些想法之後就開始做一些改動 -那當然 -對 -其實你要想 -就是中間的Meta都沒有 -中間的這個地圖跟賽制都沒有改動 -就是7-6-8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我覺得現在在 -7-6-8能夠配車上面有做很多活用 -是相當好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這邊 -這樣比賽非常精彩 -達到5比1結束 -好的 -那我們的下一場比賽呢 -則是由E-O GAMING對上B GAMING -那我們這邊也會先休息一下 -所以10分鐘馬上回來哦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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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是 -IAN -